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元宝文啊 跟这个叫什么 刚才说的棺材文啊 有什么区别啊 那么上期我们讲了这个全印文 也就是公印文 跟这个元宝文的区别啊 都是四方形的啊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元宝文呢 我们讲的比较多啊 这个是本身的跨度比较大啊 面积也是比较大 占长面的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大啊 通常是由大的生命线组成一个上半部分啊 然后呢 由视野线组成下半部分啊 智慧线以及生命线的分叉 或者是一些辅助纹路组成这个两边啊 这个叫大的元宝和小的元宝相互牵套 这个是一个这个运势当中的财库啊 财库啊 我们看这个棺材文啊 棺材文呢 其实啊 这个 就是出现这种啊 啊 这个元宝文呢 就是这种状态啊 上宽下窄 那么棺材文通常是这个比较歪的斜的跟棱形一样的啊 这么长方形举形啊 出现在 它的出现的这个位置啊 也是不一定啊 跟主线基本上没大关系啊 通常的不是由主线所组成的啊 也就是说生命线 智慧线跟感情线啊 不是这个它的主成部分啊 那么棺材文呢 如果出现在这个手蚊当中啊 像这种情况啊 那就是截然不同了啊 那么会对事业发展不利 对命运发展造成影响和阻碍啊 并且呢 这个犯情伤啊 如果是在感情线附近的话容易犯情伤啊 一段非常刻苦铭心的爱情 那么会影响到婚姻的运势 以及影响到整个一生的这个婚恋观啊 我们看这个 元宝文呢 其实刚才说的元宝文就是跟三大主线有所关联啊 所造成的命运格局啊 往往是往好的方面发展啊 假如说有元宝文的话 他们命运的格局啊 啊 是定在这个元宝文上面啊 如果说是再加上三大主线比较清晰明了的话 那么 这个 元宝文呢 在手上是非常有利的 好了 有关这个元宝文和这个棺材文的这个区别啊 就记住这一点啊 那么 元宝文呢 通常是由生命线啊 作为一个根基啊 然后由事业线上升啊 然后相互组成的这样的元宝文 就是这个是最明显的啊 这个是最标准的元宝文 那么棺材文呢 就是啊 跟他们没关系啊 不是由主线构构成的啊 好了 这个区别就讲到这里啊 那么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下期再见